陈平战国末年为国互有一人 陈平年少时家中贫困 可他又偏偏喜欢读书 尤其喜欢皇帝、老子的学说 陈平与哥哥陈伯一同居住 家中有农田三十亩 哥哥见陈平喜欢郊游 便承担了家中全部的农卧劳动 使陈平有时间出外游选 陈平为人长相俱美 曾有人问陈平说 家里穷怎么还吃得这么壮硕 陈平的嫂子厌恶陈平 不参与家中生产劳作 回答道 也就吃些糟糠烂财罢了 有个这样的小书 还不如没有 哥哥陈伯听到 生气地把他赶走休息 可以说陈平是幸运的 虽然父母早亡 但还有一个爱他的哥哥 不但不让他干农活 支持他读书 还在老婆和弟弟发生矛盾时 坚定地站在弟弟的一边 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 血浓雨水的兄弟情侣 随着一年年过去 陈平慢慢长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纪 但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 比他富的看不上他 比他穷的他又看不上 但命又一次眷顾了他 乡里面有个妇人叫张富 她有个孙女 先后嫁了五次 每次她的丈夫都被他克死了 所以再也没人敢娶她了 就这样守寡在家 一次偶然的机会 陈平结识了张富 张富平直觉感觉 陈平是知潜力过 早晚要发达 便作主将孙女许配给陈平 不但不向陈平要采礼 反而排送了很多嫁妆 陈平欢欢喜喜地 接受了这蛮亲事 从此过上了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的幸福生活 在古代 各地都建有大大小小的社廟 人们在这里祭祀祖先和神灵 这是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重要的活动 主持这场活动的人 称为社宰 一般由那种教育声望的人担任 陈平因为和张大霍的关系 也当上了社宰 不仅主持祭祀仪式 还承担分配介绍的众人 以往的社宰出于私心或能力 在分肉时总是不能做到公平公正 经常引起相礼相亲的矛盾 但自从陈平当了社宰后 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大家都称赞他 一次 陈平感慨道 哎 别说是分几斤肉了 就是让我来治理国家 我也可以做到 像分鸡肉一样游刃有余 公平合理啊 陈平的雄心壮志 从这里可见一斑 这时的陈平虽然胸怀大志 富有良谋 但却无处施展 实在让人唏嘘 但好在 转机不久就到来了 陈平的命运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公元前209年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积干而起 起一只火迅速烧遍全国各地 后来叱咤风云的人物诸如项羽 刘邦都是这个时候趁势而起的 陈平敏锐地感觉到 自己建功立业的时机已经来到 于是和自己的同乡一起去投奔魏王救 他向魏王救献上自己精心谋划的天下大计 但任凭他说干了口水也得不到采纳 于是他马上离开 去投奔当时诸侯中最强大的西楚霸王 项羽倒是给了他足够的重视 把他留在身边当参谋 一起入关灭秦 并封他为信武军 但是没过多久 被项羽赶到属地的刘邦卷土重来 一举拿下关中 并活捉了守卫关中重要屏障的殷王司马昂 项羽责怪陈平没有早点提醒他 以至于失掉一颗重要的棋子 并撸了陈平的关 陈平怕被项羽秋后算账 只得仓皇逃走 投奔刘邦 遇到刘邦 陈平才真正的欲民主 得一展自己举授无双的才华 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信仰之战 刘邦被项羽重重围困 山穷水晶 甚至连张阳都束手无策 正在危难的时候 陈平挺身而出 为刘邦献上反剑计 他带着数万金黄金 买通了储君的部分将人 到处散布谣言 说钟离妹等人因为得不到相当的赏赐 想要背叛项羽归顺刘邦 接着他要安排刘邦亲自下场演了一场戏 等到项羽派人来刘邦的营中打探消息时 刘邦命人准备了丰富的韭菜 等到见到使者后 又故意惊奇地说 我以为是范亚富派的人呢 原来是向王的人啊 说完就叫人把韭菜撤下去 重新换上一桌粗茶淡饭招待使者 使者回去后 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告诉了项羽 项羽果然上当 对范增产生了疑心 不肯听从范增的建议 加紧进攻行阳 范增仪气之下告老回乡 可怜忠心耿耿的范亚富 还没走到鹏城 背部的窗堵发作 一命呜呼 范增一死 项羽如断了一臂 从此西楚的阵营 再也没有在智力上能和张良 陈平一较高下的谋士 可以说为刘邦最终打败项羽 奠定了巨大的基础 当然 陈平在行阳之战的表演还没有结束 虽然钟离妹等人被疏远了 范增被解决掉了 但刘邦还是被困在行阳出不去 仍然没有度过危险期 一天晚上 陈平安排二千多个女人 甲班汉军 从行阳的东城门一拥而出 楚军以为是刘邦忍耐不住 亲自率人杀出来了 于是上前解杀 正在混战之际 陈平却带着刘邦从西城门逃之夭夭 能够在向与亲自领衔的部队 重重围困中逃出升天 普天之下绝无仅有 可以说 没有陈平这双偷天换日的手 刘邦根本不可能活到最后 简直堪称奇迹 而且同样的奇迹 陈平不止创造了这一个 公元前201年 韩王信和匈奴勾结 在边境制造叛乱 刚刚取得全国胜利的汉高帝 刘邦心气很高 亲自率领30多万大军前去讨伐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遇到的将是匈奴族 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首领莫独禅 这使得刘邦的确是太骄傲了 以为自己才干掉了不可一世的项羽 已经是天下无敌 区区几个满子兵 根本不止一扫 所以刚和匈奴军队接触时 打了几个小小的胜仗 便悟空一切起来 不听劝告 死命的向前追 不幸很快就中了辅兵之计 在白登山被莫独禅羽包围了 汉军被围了七天七夜 粮食快吃完了 饥寒交迫 危在旦夕 关键时刻 还是陈平站出来力挽狂澜 他看到莫独禅羽十分宠爱自己的妻子燕士 两人经常一起气骂 初出禁忌 感情好的秘礼调游 于是便想到从燕士身上想办法 他派人给燕士送上许多珠宝 请求燕士吹吹枕颠风 对汉军网开一面 正在情深意浓时的莫独禅羽 听从了妻子的建议 打开了包围圈的一角 让汉军撤出 刘邦在一次死里逃生 这两次突围 充分展现了陈平顶级阴谋家的实力 在后世的战争中 在没有一方的主帅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全身而退 可见陈平的厉害 陈平的厉害还在于他对局势的深刻洞察 有一年 有人上书告韩戏谋反 刘邦在朝堂上 就问手下将领的意见 手下这帮小弟当即炸了锅 个个都嚷着药包韩信的皮 抽韩信的金 正着向刘邦表忠心 但刘邦深知这帮人 根本不是韩信的对手 他心里盘算着对策 迟迟不能做出决定 这时陈平向他问了几个问题 陈平问道 韩信知道有人揍他谋反吗 刘邦答 不知 陈平又问 陛下觉得 如今汉军与韩信的士兵相比 哪边更强 刘邦说 汉军不能胜之 陈平又问 陛下手中有比韩信 更擅长带兵打仗的将领吗 刘邦答 没有 问了几个问题 陈平对形势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 他断定这是一场误告 至少韩信目前还没有造反的意图 如果贸然攻击韩信 比韩信造反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他向刘邦建议 假装到云孟泽去旅游 然后召集周边的诸侯来开会 韩信的地盘正在约孟泽边上 听说后 肯定会亲自来拜见他 趁这个机会 只要一两个身强力壮的大汉 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拿下韩信了 刘邦采纳了陈平的建议 结果正如陈平所预料的 韩信被捕 被夺取楚王的爵位 将为怀音侯 从此开始了囚禁生涯 直到多年后被吕后杀死 就这样 号称兵先韩信 被陈平散两下就摆平了 陈平在明哲宝身方面更是有一套 刘邦死前 担心外妻做到 派陈平和周伯去杀樊快 但陈平没有照做 他知道刘邦命不久已 樊快又是吕后的妹夫 杀了樊快 他就没有退路了 所以只是把樊快抓紧求车 慢慢地送往长安 孩子半路上 就听到了刘邦驾崩的消息 就顺势放了樊快 避免成为吕氏集团打击报复的对象 吕后想立吕家的人为王 当时朝中的大臣大多不支持 当问到陈平时 陈平却说可以 对于陈平这种墙头草的行为 许多人嗤之以鼻 但陈平却说 只有自己才能重新安定刘氏的天下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陈平的这句话 女后死后 陈平立马联合周伯 杀了朱吕 伏代王刘恒继位 侍卫文帝 汉家天下重回刘氏手中 陈平也在汉文帝继位两年后死去 纵观陈平 他的才智并不在张良之下 对汉王室的贡献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历经高地 旅后 文帝三朝始终一礼不倒 人生到达他这样的境界 也算到了极致